鬼谷子中道,老诗人要牢记两句话,不仅别人不敢欺负,还能被敬重。 建议收藏,让你越混越好。 人生如逆旅,我一是行人,点个订阅,带你来一场走心的国学之旅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老诗人,在很多人眼里,就是那种不喜欢说话,只喜欢闷头做事的人,对好的人来说,这叫脚踏实地,对坏的人来说,这就是懦弱无能。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,老诗这个词,一般用在哪些人身上。 不就是那些混得不好的人,连吃穿都成问题,不要说那些有一定成就的人。 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人,也很少会说他是老诗人。 所以啊,人家说你老诗,还真不是在夸你,前台词是说你没用,只能被人欺负的份。 正所谓,人总是拿软柿子捏,老诗人如果不知道反抗,那就只能任人宰割,作者试问,有几个人甘愿自己被别人欺负呢? 没有。既然没有人希望被小人欺负,但是身为老诗人却又斗不过小人,又该怎么办呢? 所以老诗人要牢记两句话,不要总是被小人欺负。 一,老诗人往往没有好结局。 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老诗人。 他们老是芭蕉,不善言辞,不抽烟,不喝酒,不参加任何聚会,不会阿谀奉承,不会溜絮拍马,不懂人情世故,只顾闷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 每天两点一线,公司家他们对工作认真,对家庭负责,按道理来说这样的人是好人,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。 在公司这种人,不受领导喜欢,被同事欺负排挤,没什么上升空间,做着最底层的工作。 在家庭上,妻子又嫌弃这样的丈夫,窝囊没本事,挣不了大钱,一辈子平庸,生活平静如水,没有任何波澜起伏,或许吧,有人喜欢这样的状态。 奈何环境不允许,又不会去改变,只能走向不好的结局,你是这样的人吗?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? 老实人不喜欢,也不善于和别人争抢,即使吃了亏,也会选择忍下来,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,没什么大不了的,不就是吃点亏吗? 就当吃亏是福吧,甚至偶尔占了别人的便宜。 老实人还会觉得很过意不去,心里面很不踏实,会陷入情绪内耗,这样的老实人看在别人眼里,自然是容易被当作欺负对象的,老实人的人生和生活也会因此变得艰难。 而且,做人太老实的人。 胆子往往是很小的,性格往往是很懦弱的,稍微有点风险的事情,他们都不敢去做,别人稍微强势一点,他们就畏首畏尾,想要缩到套子里去,做一个套中人。 这样的老实人,在做事上缺乏突破和创新,只是像头老黄牛一样的干活,反而很难做出太大成绩,人生也难有太好的机会,在做人上。 则不懂,也不敢强势反击,常常会沦为吃亏受欺负的对象,在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中,成为弱势群体。 老实人尽管生活很苦,人生很难,但爱面子之心,却不比任何人少。 甚至比别人要更爱面子,更要面子,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,做什么都怕丢面子,甚至经常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,死要面子活受罪。 而正是因为太在乎面子,他们失去了更多有价值的东西,也经常因为要面子而吃大亏,这里并不是说面子不重要,毕竟树活一张蹄,人活一张脸。 只是在你没有足够的实力时,你的面子就是一文不值的。 二,及时止损才是王道。 为什么老实人容易受欺负? 因为老实人总会给人们一种错觉,说话做事,畏畏缩缩。 性格内向,胆小懦弱,即便是被人欺负了,大多选择忍气吞声,自己瘦了,还能怎么样,于是乎就有了点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的悲壮色彩。 朋友老李,见人不是点头哈腰,就是远远让路,一张笑脸永不落幕。 在公司里属于万金油,哪里都可以召唤他,从不拒绝,任劳任怨,典型的老实人。 有次帮其他部门收一笔烂账,这笔账怎么都收不回来。 由于涉及数目过大,老板耍赖了,不愿意承担损失。 看老李人懦弱,估摸着害怕被辞职,会背了这黑锅。 于是,说他办事不利,造成公司损失,要求全额赔偿。 老李心里明镜似的,本就不是他的分内之事。 这一扣差不多他一年工资了,老李脾气也上来了,大不了拎筒走人,案子一经诉讼,结果老板败诉。 经过深挖,把前些年没有给员工买保险的事也跟着抖了出来。 结局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,公司被狠狠罚了一笔款,善良,不等于软弱,老实,不代表没有底线。 老实人并不是什么胆小怕事之辈,而是不想惹是生非,平淡过活便是晴天,老实人外表软弱。 内心异常刚硬,如果把他逼急了,不出手,则已,一出手即是必杀计,一击即中,不在沉默中毁灭,就在沉默中爆发。 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仗,但人在触碰到底线时,我们也要学会事实亮出獠牙,吓退对方,这总比付诸暴力好啊。 纵容和默许只会让人得寸进尺,觉得你软弱可欺。 老实人有个最大的缺点,就是很容易把掏心窝子的话说给别人听,结果被别人算计。 俗话说得好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江湖险,人心更险,你并非对谁都可以推心致富。 真正聪明的人,往往不轻易险山露水,既不会夸夸其谈,更不会逢人变速,他们总是慎言慎行,沉稳低调。 因为他们懂得,做人不要做绝,说话不要说尽。 祸从口出,并从口入,覆水难收,恶言难消,人无千日好,花五百日红。 做人要懂得给自己留后路,宁愿保持着沉默,也不能信口开河。 说出去的话,如同泼出去的水,难以收回,所以请谨慎地使用你的舌头,君子之浇淡如水,与人相交,适可而止。 生活中有很多人,是不懂拒绝别人的老好人,这样的人最容易被人欺负。 因为不懂拒绝,所以别人变本加厉,因为处处忍让,所以别人肆意拿捏。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这种人,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对于一些不讲理的人,不合理的事,一定要大胆拒绝,坚决说不。 只有这样,别人才能顾忍你的感受,对你和颜悦色,毕恭毕敬。 人容易受欺负,主要还是因为看起来就软弱可欺,心软之人的善良本无错。 但善良需要带有锋芒,帮忙是情分,不帮是本分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当你软下心来帮助对方时,就要衡量伸出援手的后果。 世人都有一个通病,那就是欺软怕硬,你若比对方强大,他们就巴结讨好,你若比他们弱小,他们就嘲讽几对。 越是自身优秀,实力雄厚的人,越是没人敢欺,受人善待追捧,越是一事无成,能力不足的人,越是被人冷落,常常被人刁难。 所以要想在复杂的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,就要自身强大优异。 当你的能力和实力达到别人触及不到的境界时,那些欺软怕硬的人在你面前,才会低头哈腰,赔尽笑脸。 默默提升自己,凭实力取胜,才是保护自己的盾牌。 才是反击别人的利剑,做人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任何时候都别忘了,你可以不伤人,但身上必须有刺,你可以不欺人,但必须学会防备,希望你能有帮人的善心,也能有防人的戒心,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远离伤害,护己周全。 真正聪明的人,吃小亏可以,吃大亏不行,在小事上,可以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但遇到大事的时候,一定会距离力争,寸步不让。 不是都爱欺负老实人,而是老实人太好欺负,胜而为人,你要软弱给谁看,凡事退让得毫无底线。 别人就敢愉悦得肆无忌惮,所以在老实,也要带点次,让人知难而退,从而和谐共生,请善待身边每一个老实人,这世间才少一份恩怨,多一份祥和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